海苔肉松蛋糕卷 准备5个鸡蛋 蛋黄和蛋清分开 牛奶70克加入50克食用油 以Z字形搅拌均匀 加入1.5克食盐拌匀 筛入70克低筋面粉 再次以Z字形搅拌 搅拌至无颗粒 先拌匀蛋黄 再倒入面糊中 混合均匀蛋黄糊 准备60克白砂糖 打蛋器打发出鱼眼泡 加入1.3分之1的白砂糖 打发至小鱼眼泡加入第二次糖 出现纹路放入最后1.3分之1的糖 打发至拉出大弯钩即可 取1.3分之1蛋白放入蛋糊中 C字法混合均匀 把混合好的蛋黄糊倒入蛋白中 全部混合均匀 从高处倒入烤盘中 用刮板刮平 轻轻震出气泡 撒上白芝麻 撒上肉松海苔 再撒上香葱碎 烤箱提前预热放入烤盘 上下火150度烤30分钟 完美出炉 撕开油布 在底面上挤上沙拉酱 用刮板刮平 再次撒上厚实的海苔肉松 用擀面杖 抵在油纸后面 把蛋糕卷慢慢卷起来 卷好的蛋糕卷冷藏半小时定型 卷好的蛋糕卷冷藏半小时定型 用刀切成开 肥厚的蛋糕卷太好吃了 味料十足 包裂面杖 小时定型 筋来究竟 0 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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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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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